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小童 现在我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的出发大厅 6月15日起 北京西上海至香港鸿看站间开行的 普速直通车提制升级为高铁动卧列车 以北京为例 搭乘普速直通车到香港呢 以前需要超过24个小时 现在呢 搭乘高铁动卧列车只需要12个小时 西发朝智 起床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京港 护港高铁动卧手霸当天 香港西九龙站为搭乘相关车厕的旅客 举行了欢送仪式 现场可见不少随旅行团 搭乘高铁动卧手霸列车的市民 到达出发大厅 有香港旅行社从业人员表示 本地旅行团对高铁动卧的推出反应踊跃 我们香港中卫社就是收这个 特首宣布了这个团之后 我们只是利用短短半天就已经是满了额的 从性价比来讲 可以和航空公司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 而且你可以省了两万的住宿 你在火车上面睡一觉就到了目的地了 所以对我们香港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全身体验 除了行车时间大幅度缩短 京港 护港高铁动卧 采用的通关模式也更方便旅客 晚六十二十四分 本趟由香港西九龙站开往北京西站的 西发招致高铁动卧列车 动910次从香港西九龙站准时发出 与普通动卧相比 本趟京港高铁动卧列车 还配有三种语言的语音播报 我们卫生间还有一个特别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经验宣传 分为普通话 粤语和英语 三种的播报方式 我觉得是非常的新颖 此外 车厢内布置有诸如天坛 紫金花等富含金港元素的图案 供旅客打卡留念 有乘客向记者展示了 自己提前准备的动卧列车图片 并介绍动卧出行的优势 这张图片就是我在东广那边拍的 就图片里面的一个果车 一个高铁 就是这个CRH2型 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 这个动卧的一个同样的型号 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这个车也比较舒服 还有外面的一个也会有一些座位 所以我不一定要长相躺着 也可以在走廊那边坐着 然后可能早上的时候看风景 所以我觉得高铁也是有一个 比较有一个优势 16日早晨60许 列车在行驶着2小时后 到达北京西站 有受访者表示 动卧的开行有助于促进 内地与香港的旅游业发展 未来将考虑继续选择此类出行方式 昨天晚上我们大家在车厢里面聊一聊 到10点钟左右就睡觉 一会儿就感觉就到了北京 也希望未来可以开拓 其他的一些相对比较长途的城市 也有这个动卧的服务的提供 这样子就更加有利 我们两地的旅游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 15日晚从北京上海两地 出发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高铁动卧列车 也在16日早上相继抵港 香港各界于西九龙高铁站 举行欢迎仪式 并向乘客派发纪念品 有受访者表示 跨境高铁动卧列车 有效利用了睡眠时间出行 让它体会到了舒适与快捷 很舒适也很快捷 然后车内就是像 像我们学生宿舍一样 就是有上铺和下铺 是用了12个小时 就是利用了睡眠时间 就不用在早上赶飞机 一个晚上就完成了 从北京到香港 据悉 京港护港高铁动卧列车 此后将执行每周五至周一 连开四日的模式 开行数量由远朴速直通车的14列 增至高铁动卧列车的16列 音乐 摩 commen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